再來一點醬油膏 這個時候就已經可以關火了 這樣三杯螃蟹 12345 這個抓了五個 這個很不錯 現在我們到家來測量一下 還有多重 九百克不到一公斤 剛好九百 這體型啊平時在外面抓 算挺不錯 三子多這個鉗子 把油燒熱 然後螃蟹啊 放下去稍微炸一下 這個螃蟹啊 我在肉的那一面 有沾了一點點地瓜粉 主要是為了不要讓那個肉縮水 因為這個螃蟹啊 經過油炸那個高溫 它那個殼會 香氣才會出來 如果你平時用普通的炒也可以 但是它那個香味 是沒有那麼重 就差不多 每一面啊都稍微炸一下 這樣這樣子就可以起來了 在歐洲待久了啊 原本我在台灣 不太會做的東西 來到這邊 就在網路上寫 然後做久了味道還不錯 所以 今天就分享給你們 好 就這樣就好了 頭炸紅了就夠了 先關火 等這個冷卻一下 把這個油倒掉 油鍋不需要洗 但是把那個渣渣一定都要弄乾淨 那我們現在啊 重新起一個油鍋 那油鍋啊 那個是麻油 火開最小 用低溫啊 把這個薑 先扁出香味 對 待會再加蒜頭 跟辣椒 下去一起炒 先用小火 把那個 薑的香味扁出來 如果用太大火啊 很快就 就發苦了 那個麻油啊 不耐 不耐高溫煮 所以 不可以長時間用大火 去燒它 現在啊那個薑啊 只要扁到它捲起來 然後看起來乾的程度 這就是夠了 然後那個 氣泡啊 就變少一點的時候 就表示它裡面的水分已經變少了 扁得夠香 然後那個香氣都出來了 這時候就加辣椒蒜頭 這時候火還是小的 稍微下去一下我們的螃蟹 就可以直接下來了 稍微下去一下我們的螃蟹 就可以直接下來了 這時候調中大火 這時候調中大火 這個螃蟹下去温度就降下去 所以要調中大火這樣 比較有肉的這些啊 放在底部 溫度比較高 殼就放邊上就好 這時候可以下醬油 再來點醬油膏 米酒 翻一下 這個蟹蓋也淡到這個醬汁 直接加一點糖 這時候需要加一點水 所以避免燒乾 不用太多 這時候放九層糖 先放一點點 然後這時候我們要加蓋 用這個蒸氣去把它燜熟 然後這個時候加一點九層糖 是為了讓那個香氣啊 跑到那個螃蟹裡面 這個中途啊 都不開蓋子 因為你如果開蓋子 它那個蒸氣的熱度就跑了 那熱度不夠又重新來過 所以時間就會拉長 直接給它蓋蓋子 直接煮五分鐘 都不要打開 如果你水加太少了 你要注意你的火候 避免太大火啊 把那個醬油都燒乾了 那現在差不多五分鐘到了 我們要準備開蓋 這時候啊 再把上面的啊 稍微翻下去 拌勻這個醬汁 這個水已經 醬汁已經變少了 如果一開始啊 你沒有加水的話 這時候已經就乾掉了 現在都均勻的沾到醬汁的時候 剩下的九層塔就直接給它下下去 九層塔啊 就是可以下多一點 我還蠻喜歡的 放進去的時候啊 再把它們拌均勻 這時候就已經可以關火了 這樣三杯螃蟹就完成了 這樣三杯螃蟹就完成了 這時候就可以起鍋擺盤 因為我是自己吃啦 所以我就身體沒有切太多塊 直接切對半 這麵螃蟹就完成了 這麵螃蟹就完成了 這個蒜頭一定都要 放到盤子裡面去 這個蒜頭很好吃啊 待會整顆吃它一點蒜味都沒有 把醬汁淋上去就可以了 這是我的時候 今天就是這個蒜頭 阿 대박 對 很討厭